大家好啊 我是面具男 我们现在这个机位是2号机位 2号机位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视频的记录啊 我会在视频里面完整的拆解这把 挺进者啊 smf 加上这个研磨他的这个刀片的这个刀刃 这是原厂人啊原厂人 大家也看看啊 直播的朋友也看看 直播是1号位 1号进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啊 我们先看他的原厂锋利度 好ok啊 确实不打击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啊 首先直播要呃 呃呃呸直播了啊 首先这个磨刀我是用的是龙门钉脚啊 4G也叫4G的钉脚钉脚磨刀器 然后配的是这个金钟的油石 然后我是把它放到了脚下啊 放到了脚下这边 因为他里面有个水盆啊 里面有个水盆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先拆啊 先拆啊 先拆磨刀钳先拆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啊 我们就是顺带把桌面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简单的清理一下啊 清理一下 用CR的这个这个这个扳手 球长的这个扳手啊 可以打开挺进者的这个主轴 它们是完全匹配的啊 完全匹配完美匹配 好OK 这个已经拆下来了 这两七八糟的东西好多啊 我这边 拆下来之后 然后把另一侧的这个主轴给打开 我的习惯是直接顶出去就可以了啊 然后慢慢的把刀片给抽出来 注意一只手要这个压住锁片啊 压住锁片 好我们把刀片抽出来了 这个铜电圈是留在了这个饼里边啊 我们把饼放到一边去就行了啊 然后把这个竹竹螺丝也给它扔一边去 因为手里还有油 这个原厂的螺丝刀 我们也放到一边去 我们第一步呢 先要清理一下这个刀片啊 因为它上面太油了 拿个纸啊 拿理生纸 对不对 来给大家简单的清理一下 因为两台机位在这边 就是说给我造成了 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占比 所以说会比较麻烦 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来磨它一下啊 现场磨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刀片给清理开 OK 这样完全搞定 孔位啊 孔位里面要清理一下 好了 这样刀片清理完了 清理完成之后 我们还有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要在刀根这个位置 用这个纸胶带啊 在刀根位置 把清根给保护好啊 防止我们一会儿 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啊 防止我们磨到这个刀根 多包几层啊 这个不要偷懒 你多包几层一会儿 你就可以省很多的劲 千万不能偷懒 这一波 你不需要用很多的胶带啊 这个 不需要用很多胶带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清根给保护好 对啊 保护的够厚 哎就可以了 继续啊 我觉得至少得四到五层 根据我的磨刀经验是至少四到五层 因为挺清楚我们已经磨过一把啊 我们已经磨过一把了 再加一层啊 说一下这个4G的这个定脚器啊 我买的第一个定脚器 它的外向滑块其实有点小问题啊 但是后来人家又给我补发了一个 然后就完全解决了我上次用胶带去沾这个 去定位的这个尴尬啊 解决了我这个尴尬之处了 对吧 有问题要给解决 这就是好的这个商家 对不对 OK啊 这样把刀根保护起来之后 它的这个刀面就完全露出来了 需要说的是我这一款 呃叫啥一个 这一款叫这个SMF啊 它是一个大屏幕啊 它是一个大屏幕 它的这个V面啊 它这个V面是比较少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会找位置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困难啊 可能会比较困难 然后再上咱组传的这个 这个 我这边兜兜兜兜兜兜 我随便拿一条啊 随便拿一条这个破的这个 呃 透明的这个塑胶带啊 然后把它完全的切开 它虽然不锋利啊 但是切割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演示磨刀 对不对 好拿一条就行了 不用拿多了啊 这些都扔了啊 就不要了 拿这一条 拿这一条干嘛呢 我们垫到刀片上 垫到刀片上 防止那个呃 定脚器把刀片给磨花 但是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垫的太厚啊 垫太厚的话 刀片会容易在里边打滑 我们只垫住 我们要夹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然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卡到这个定脚器里边 我们现在上定脚器 我会把完整的这个流程给大家展示出来啊 定脚器的话需要一个内六脚扳手来调节它的这个厚厚薄程度啊 因为我之前是磨过信德勒 所以说我把这个厚度调的相对比较低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夹上把刀片卡上 咦 我们可以夹住 好降下来了 降下来之后 我们要先卸力吧 把这个扳手先卸力 先把这个滑块给取 不是是滑块 把这个翻转夹给翻过来啊 我们先看看刀片是否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看看夹的它是否是在中间 然后如果并非夹到中间的话 我们需要调试啊 需要调试 把它调试到中间为止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螺丝给紧固啊 一定要紧固啊 一定要紧固 否则你在磨刀当中 一旦产生这个偏差 诶 这个时候调就不好调了 对吧 还行啊 还行 有没有产生翻转看一下 有没有产生偏转 没有啊 这样看看啊 是垂直的 是没有产生偏转的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我们把这个 呃 翻转夹去啊 夹上之后 我们开始定 刀片的这个中心位置 需要说的话 如果以你的这个定角器为中心的话 它是正好磨到这个刀根的啊 所以说我们在定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找准了 一定要找准了 对吧 我们这次是因为它这个大平膜的原因 大平膜它是一个三角形 对吧 它夹的时候并不好夹 所以说我们把它往后定了定 但是我们的中心要偏移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一会我们在定角器找中心位置的时候 就比较关键了 这个点 然后需要看一下它的翻转啊 翻转我就是我会操作的稍微复杂一点啊 其实并不需要这么这么复杂的操作 翻转看一下对比一下 如果你磨两边的话 是有大概有多大的一个偏转 大概是到我的定角器这个螺丝这边啊 是正好是这个刀片的中心线 对吧 我们拿这个东西来比一下啊 对不对 垂直啊垂直 大概就是中刀片中心线的话 正好是这个螺丝方面 但其实这样的话又来了一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仅仅是这样的话 其实根本不够啊 我们磨出来的韧线其实不够漂亮 我们磨锋利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我靠手磨也能磨到非常锋利 我而我要教给大家的是就是 怎么把这个韧线给磨的等宽 想要磨到等宽的话 我们要先做一个功课啊 先做一个功课 我想想了啊 我找个东西 嗯 我没有尺啊 没有尺 我找张纸吧 对吧 我简单的找一张纸啊 大家不用管这个纸上的内容啊 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刀片啊 先看一下这个刀片 怎么去找这个这个刀片的中中心线 我们把这个指的边一边对准刀尖 一边对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呃 刀根 对吧 这个韧线的前端和尾端 他大概这个把刀磨的弧度比较小啊 所以说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弧度给纠正 那我们要松开 对吧 松开我们刚才刚才飞进夹的这个地方 然后稍微让它倾斜一点点啊 稍微让它倾斜一点点 大概倾斜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跟你这个横杆啊 跟你这个横梁 对吧 横梁是进行一个平行的位置啊 这样去测量的话 它是跟这个东西是平行的位置就可以了 而我我用的话是用的一个目测测量法 首先我把定角器先摆正 定角器摆正的话 我这边桌子正好有条线嘛 通过这个视角来看 这两个 这个点和这个点啊 这两个点在一条水平线上 哎 说明这个刀片就已经平行了 对吧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 螺丝给固定上 OK 大概这样是平的啊 然后我们稍微收紧一点 加个夹具 好 收紧一点夹具啊 然后把这个利弊扳手给 给给先松开啊 先松开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遍 就是要不停的重复啊 其实磨刀很简单 就是前期这些调试工作 特别特别难 这是我教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我们先磨这边啊 先磨这边 好这样没问题的话 我们加固这个夹具就可以了啊 加固夹具 之后这个夹具 刀片就已经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 就开始最关键啊 磨刀 定脚器磨刀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大家以前都觉得就是说 定脚磨刀器非常简单 对吧 无脑磨你定上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其实并不是啊 其实并不是 它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地方呢 它的关键点在于 你找它原厂刃的这个角度 对不对 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挺进者的原厂开刃是多少角度啊 尤其是这种手工开刃的这种刀 它的角度是是不确定的啊 它可能这个人开 它的这个角度是一样 另一个人开 它可能是另一个样 或者是这个人开开这一把是这个样 他开另一把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这个调试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调啊 这个是最复杂最耗时的一个环节 而我的观察方法很简单 就是先把这一侧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油石 这油石夹我都忘了 嗯好了 好久没用了啊 先把这个油石夹的这个平面这一侧先找平啊 先找平这个刀片 找到两边完全平行 找到两边完全平行平行 这个时候是比较耗时的 那一定要一定要仔细 一定要仔细的 如果是光线在不够好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对这个光学 需要用一个手电啊 需要用光线设定 我的话 因为我的光源是在这边啊 我就会用这个光去找一下 这个确实碍事啊 这两个东西在这确实碍事 稍微再降一点点啊 前端九度过大 前端九度过大的话 定角器 我估计九度好像要再降一点点 这个要再降一点点啊 再确认一遍啊 再确认一遍 完全没问题之后 我们再开盖 还是有点高 再下降一点点 这个过程就是要不停的调试 两边的这个高度啊 因为我没有两脚器 也不需要两脚器啊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定到特殊的角度 我们只需要找到 比如说它原厂最合适的角度就可以了 但是要确保你的这个定脚器 两边周围是这个平行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找啊 我几乎找到了啊 几乎已经找到了 好这边的角度已经定好了啊 这边角度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需要定定住滑块啊 滑块的位置 滑块的位置的话 我们要刚才找到刚才的位置啊 我们是从中心线开始 看看是否是 然后不停的移动滑块啊 不停移动滑块 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 然后能够就是说 让你的定脚器要 与所有的点都接触上了 再再走一遍啊 再走一遍啊 这个过程是最耗时间的 角度还是大了 要再下降啊 再下降高度 不要不要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环节很耽误时间 可以省略啊 这是最不可以省略的一个环节 这是最不 这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找角度 OK 可以了啊 如果我们再磨这边这条阵线啊 我往后撤一撤啊 如果我们磨这边 就是刀尖朝这边的话 我们设定的这个夹具啊 这个这个夹具的这个位置是 正好在这个螺丝啊 这边这个螺丝的这个边缘线上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这个 这个手柄啊 旋转锁死啊 锁死的话 他这个夹具就不会左右乱跑了 对吧 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 进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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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夹具其实不需要啊 这个其实不需要 对吧 我们就沿着这条线 进行这个 这样 来回磨刀就可以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啊 这个我这根子上有点生Q 上去加个水 应该上点油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准备磨刀啊 接下来准备磨刀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上的这个油石啊 先上油石 油石的话 我们第一条油石的话 因为是要重新磨嘛 因为我们选一个啊 选一个合适的木数 选一个合适的木数啊 我的建议大概是不要从特别低的开始啊 因为他这原厂人线其实还可以啊 从用400或者是600 从400吧啊 我们从400开始往上升啊 400开始往上升 因为我一旦碰油石是要泡水的 我提前泡了水 然后把油石夹到这个刀具上 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刀具是固定的 你的手往这边一蹭 完了 血管子绝对开了啊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之后 刀子一定要小心啊 在调试的时候 我前两次就因为差一点点 就会被他割到 为什么我会特别注意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翻过车啊 在这地方 被他割到过 在用定角器的时候 所以说 一定要小心刀片啊 在你不摸刀的时候 刀片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好 好 接下来 油石按平整啊 按平整 然后我们准备开磨 被我把水都弄没了啊 加好一点点水 简单先试一下啊 先试一下角度 搞得略低了一点点后侧 不过没关系吧 后侧角度略低 按理说 这个东西应该再往后移一下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开出来看看效果啊 确定了就大胆磨就行了啊 确定了 一旦确定大胆磨 我们这样磨出来可能会更锋利啊 它的韧线可能会稍微宽一丢丢啊 因为我这次找的角度相比比较小 有时要进 不要盼麻烦啊 一定要多加水啊 多加水 先走刀尖啊 先走刀尖 好 边磨边观察啊 这个鼠是非常细致的需要 尤其是在这些青根的这些环节啊 青根的环节处刀尖的位置上 然后一定要加小心啊 一定要加小心 好这个时候油石快干了啊 我们继续加水 这个很脏啊 磨刀会是很脏的弄的手 弄在身上 我尽量找一个角度能够坏了 这个没拍到 这个没拍到 我动一下镜头啊 动一下镜头 好了 这个两三天没磨 手就手伸了啊 这个磨刀也是需要技术 刀尖没磨好啊 刀尖继续 刚开始一定不要心急 一旦心急 就会发生我这样的情况 对吧 会碰到这个刀尖啊 会碰到这个刀尖 然后我们继续啊 继续好好研磨刀尖 需要非常细致啊 需要非常细致 需要非常细致 这次刀尖已经磨到了啊 然后我们顺下来 把这个角度顺下来 好 这一侧基本上ok了啊 基本上ok了 我们可以观察 观察的时候 观察的时候 就比较废这个纸啊 比较废这个纸 给你拿纸擦一下啊 这个两个杆子确实是爱我的事 对吧 这个两个杆子确实在这 挨着我的事啊 但是我别的地理放不开 这个灯啊 我们把灯降一下 这个灯是非常关键的 我用的是一个可调节式的这个灯啊 这个光源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点 光源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擦出来之后 观察一下啊 看看上面还有没有毛刺 有没有划痕 如果是有一点点的话 我们这一遍就要重新粘磨啊 一定要小心刀尖啊 小心刀尖 刀片还好啊 刀刃还好 但是刀尖一定要小心 ok 左侧已经ok了啊 这一侧ok之后 我们并不着急 就是说 立马去翻转夹具 我的习惯是把一侧打磨到2000之后 再翻面打磨另一侧打磨到2000 然后最后完了之后 然后再把它发转回来 用这个2000目的这个油石过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再上这个 荡刀器就可以了啊 然后接下来 我们更换模式啊 更换模式 这个400 我们第一个用的是400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上600啊 600 400不用上600了啊 400就可以直接跳到1000就可以了 1000啊 找到1000的这个 好 找到1000的这个 然后把油石给装上 好 然后油石加上一点水啊 继续加上一点水 然后完了之后 开始啊 开始 一定要细脏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的脸 尽量别看到我的脸 大家看我磨到的方向 我其实是重点加力的时候 是从上往下这样拉的 拉下来的时候加力啊 拉下来的时候加力 同时手开力这样往回抽的啊 我会抽的 如果需要加力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指头放在上面啊 把一个指头放在上面 这样好加力 就是哪个地方的刃 可能你感觉到不平的时候 你要就是说重点去关掉一下 比如说刀尖 好这个时候不着急磨啊 我们继续清洁 清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刀尖位置 千万别伤了啊 如果你伤了的话 因为看我的视频 你操作失误伤了的话 盖部负责啊 因为磨刀本就是一项技术活 这个东西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干好的 我也是经过了好几把刀的这个 研磨摸索出来的方法 今天只是分享给大家 如果是你有动手能力的话 就试一下啊 当然这需要建立在你自己的一个基础判断之上 你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基础判断之上 ok 然后擦一下 简单的擦一下啊 擦一下然后观察一下任面的这个这个纹路啊 刀根稍微欠缺一点点啊 加一点水 刀根有一点点欠缺一点点欠缺 这边就得重磨啊 这边就重磨了 再看一圈啊 再看一圈 刀根没问题了啊 刀尖我们轻微的修一下 因为刀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力度要轻啊 力度要轻 修到这个时候力度一定要轻 并且要细致啊 手要稳 不需要加过大的力 好 再来看一圈 ok刀尖已经没问题了 刀根没问题了 好 这样一千目搞定 一千目搞定 一千目搞定 感谢头肥小花花啊 我一直没看直播内容 就是大家可以尽量的看我这个进行研磨 二十多分钟了 对吧 尽快啊 嗯 两千 一千目完了之后 一千目升一千五吧 对吧 因为我们刚开始跳了一个木数 这个时候我们尽量补一下 一千五两千 然后三千 其实我还有一千二啊 但是没必要上一千二 要上一千五就可以了 直接跳过一个啊 跳过一个 因为这个这个油石 你如果是磨的时间长的话 它的木数会有一定的下界 会有一定的上升啊 好 ok这是一千五百目的啊 好先干刀尖啊 我的习惯就是先干刀尖 刀尖一定要先磨好 在磨刀尖的时候 手指可以轻微的测一测啊 手指可以轻微的测一测 然后在磨平面的时候 手指尽量的放平 好上一点点水 上水 上水 哎呦我天啊弄的这太脏了 弄的地上啊 一会我们再收拾啊 这个一定都要在你的卧室 或者是在未经许可下 就在家里磨刀啊 因为他们会弄的地面 弄的房间非常的脏 至于为什么你说我的磨石加水加的这么勤快啊 是为了保证磨刀效率 对吧 我是为了保证磨刀效率啊 尽量的一次到底啊 从头到尾一次到底 手一定要跟着刃 因为这是忽面刃啊 手一定要跟着走 忽面刃的感觉走 好 不要嫌麻烦啊 多去观察 OK 其实我这个灯我在这边不太舒服啊 我调一下 我再放在这边啊 放在这边调的话会更舒服 OK 好 好无瑕的啊 无瑕的 无瑕的话 这个是多少目的 1500目搞定了 我们上2000目啊 2000目 可以直接跳3000 好 2000目的油石啊 2000 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准备磨成净面刃吧 磨到3000就可以了啊 磨到3000就可以了 竖着磨可行 这样磨吗 对不对 这样磨的话 因为它是忽面刃嘛 忽面刃尽量不要这样磨啊 这样磨的话 你需要找那个中心线 太难找了啊 太难找了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是贴着韧线啊 从上往下 这样去斜磨啊 斜磨啊 这样这样的话 它的切割 切割感也会就是说 非常好 磨出来的刀的切割感会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继续 这是2000目啊 2000目的模式 这个给它松掉啊 千万不要让这个瓶给松掉了 位置一旦动了的话 你就得重新全部调啊 好 2000目已经明显到感觉到 它会在这个韧面上会比较滑了啊 就没有前面高目术的那种沙沙感 还是老规矩啊 先走刀尖 走刀尖的时候 手要稳 不要急啊 不要急 好 走完刀尖之后 走平刃的时候就可以大板一点了啊 走平刃的时候可以大板一点 直到你看到这条研磨线 已经完完全全重合到你之前上一个目术的这个研磨线 当然尽量忽略我的脸啊 如果我的脸入镜的话 忽略我的脸 这个玩刀还是要小心点啊 不要露脸 好OK 不需要磨很长时间啊 我们只要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擦一下 人线看一下 嗯 清根处略有不足啊 清根处略有不足 然后我们加一点水 重点研磨一下清根处 这个是154cm的这个刃啊 我感觉磨起来这个154cm的人跟301好像是 差不了太多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或者是难磨呀 或者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在磨390的时候 我会能够相对来说 比较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这个390的刀片是偏难的啊 眼磨起来是偏难的 好OK 过下来啊 从头到尾过下来 别嫌麻烦啊 因为木树越低它下入越慢啊 所以说你这个可以多磨两遍 一定要把这面磨得漂亮啊 好OK 过一点纸看看 好几乎没有问题啊 几乎没有问题 刀尖端 OK 可以啊 挑一挑位置啊 挑一挑位置啊 继续啊 继续啊 大家可能会看起来比较难受啊 因为我是斜着磨的啊 然后 2000目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上3000目 同时一定要小心刀片 小心刀片 重要的事情 说100遍就不多啊 然后接下来翻3000目的啊 找到3000目的这个油石啊 找到3000目的这个油石 准备开口 然后夹上 还是那句话 小心刀片 小心刀尖 因为你的手背是正好冲向这个刀片的啊 一旦开口的话 你的静脉 手背静脉就相当的吓人啊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 好 3000目能够感觉到 磨石会在刀片上打花 好 好好磨了啊 先处理刀尖 好 简单的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观察一下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挺起来这个虎纹 你在研磨完成之后 他在这边会上面留一条这个研磨线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这个 已经接近半镜面的效果了啊 但是从中间还是可以看出来有几个地方磨的 其实还是有几道小划痕的 这个时候不要紧啊 3000目多上水啊 多上水啊 多上水 多上水 多清理表面的这些 这些铁渣啊 对3000目多上水啊 对3000目多上水啊 先把卫生纸上地上吸吸水 否则一会把我地板给破坏了 好 再看一遍啊 再看一遍 不要着急 好嘞 这一遍就非常OK了啊 摸摸另一遍 这个154cm给我感觉很奇怪啊 感觉很奇怪 摸起来的感觉 它并不是难摸 好 这边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 一个调试了啊 调试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磨石给它 卸下来啊 卸下来啊 卸下来 卸下来之后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调一下 大家看看我上面是怎么调的啊 重点是上面其实 然后我们怎么调试呢 这个滑块位置是对应 刚才我们讲了啊 是对应这个 这个圆的这个切线的啊 几乎是在切线 切线处 然后我们这边调整的话 同样也要把它调整到切线处啊 调整到右侧 这个的这个切线 切线处 好 然后我们先放松 后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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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弊啊 然后调到调到这个接近切线的位置 好 然后加固利弊 加紧利弊 好 防止它就是说 来回 有这个变动 然后完了之后 释放下面的这条利弊 好 把这个翻转夹具给拿出来 然后完了之后 放到另一边 这个翻转夹具设计的 是真不错 这是个好设计 你不需要再去重新找刀 夹刀的这个角度 这边的话 我们磨刀的方向是这样拉的啊 这样拉的 刚才这边的话 我们是从这边往往后 哎呦 我抽出来了 从这边往后拉 这边的话 我们是从这边往这边拉 注意磨刀的这个方向 磨刀的这个方向 能够也一定程度上 能够决定到你磨出来这个刀 它是否锋利啊 今天可能觉得说话声音有点小 因为我可能 离的麦会比较远啊 直播的话 朋友可能会看得比较近啊 找个小盆壶好用 我已经磨了半个小时了啊 磨了半个小时了 就是前期会浪费时间 后期的话非常快 我们加快速 因为我一边还录着这个教学视频 回头我会把这个教学视频加速啊 加速 两千一千 我们找到六百啊 我们那边是从六百目开始磨的 然后六百目的话 我们简单清洗一下 清洗啊 因为咱并非是专业磨刀的啊 我也是偶尔才磨刀 但是我总结出来这套经验 我觉得可以交给大家一试啊 当然咱比不上那些专业 专业的磨刀人员 好啊 其实哎呀 我把这个杆子拿一拿会更舒服啊 拿掉会更舒服 但是今天两台手机没办法啊 好 调整好这个磨石 研磨石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找刀片了啊 刀片 刀片的话这边得 哎 我想找个角度 这边开始我这边磨了 对不对 先走刀尖 先走刀尖看一下 因为我们另一边已经到了两千目了啊 这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 先破坏掉它原厂的这条线 先观察一下啊 基本上我找的位置是很准确的啊 可以看到我们过了一遍了 这个原厂的线的这个这个 没有任何变化啊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啊 好 上磨石 因为这个刚开始的话 这个高木属磨石消耗水是消耗比较大的 刚开始的话 粗磨啊 粗磨你怎么磨都可以 但是细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细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刀尖 刀尖是重点 清根也是重点 重点照顾区域 清理模式 好再过一遍啊 再过一遍 这个木属就已经搞定了 ok准备了 这边据我所观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再过一遍啊 再过一遍啊 加一点水 最后过一遍啊 加点水 最后修这个磨痕啊 修磨痕 现在是 啊 摩挺进者啊 下期我们再摩辛德勒啊 辛德勒 我们就不给大家录这个教学视频了 我们直接就直播啊 以直播的形式来摩这个辛德勒 其实辛德勒已经摩到第二把了是已经啊 好 ok 这个时候600木搞定 600木搞定 我们上次是600直接上了1000 对吧 我们这次依旧是一样啊 直接上1000 好 找到1000木的这个油石 1000木的油石 一定要小心手 小心手 小心手 好 可以看一下 我调一下九度啊 大家能够看到啊 全部都能够看 这个你们看得清楚了吧 我看起来就飞劲 但是吧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下啊 我先乱纹走一遍啊 一千木先乱纹走一遍 然后再好好摸这个烟毛烟毛纹 刀尖啊 修刀尖 我们来观察一下啊 一定不要着急 磨刀要平行进气 这是一个技术活啊 刀尖还差一丢丢啊 刀尖还差一丢丢啊 刀尖还差一丢丢 后段已经可以了啊 这样我们重点修一下刀尖 然后上上水啊 一定要勤加水 我这个磨刀尖 我是非固定啊 因为我这样看起来 就调整起来的话 我会根据我自己舒适的角度去调整 我觉得会比较舒服啊 坏了 这边好像角度会低一点 先修修到家啊 修修那边给我看看 掉了一个步骤 我似乎掉了一个步骤 掉了一个不住的话 如果有问题 我们这边就得重磨啊 我现在检测一下 我们用原木检测法啊 原木检测法 然后看一下 两边的高度是否是一样的 我就定角器调的 我忘了我忘了测了啊 这个按理说应该是一致的啊 应该是有一致的 如果是不一致的话 呦这边果然是低了 我感觉角度就是有问题啊 我们要把这一侧的角度升一下 再看看这边 对ok啊 剩一点点 好ok 这样才是平的啊 我刚才出了问题了啊 出问题了啊 翻车 忘了一个事啊 好在我们另一边角度是固定的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1200mm 再从 好像我们是从600mm开始磨刀 因为我们有800mm的油石 这样我要再从头过一遍 三千 一千五 六百 再用六百再过一遍啊 我的失误了啊 失误了 忘掉忘找平了 把这个定角磨刀器要先找平 我要停了 来吧 从头来过吧 再用滑锅 加速啊 活机上加速 少说话 我会比较粗暴 刚才我是边讲解边说会比较慢 接下来也会比较粗暴一点 我会尽量的把这个步骤的时间给节省出来 我会比较粗暴一点 OK 后短一找屏 接下来重复我们刚才的步骤 这个是600上1,600上1,000 待会一点时间 这样一千就得重新磨了 所以说磨到一定要细 光给大家顾着做视频 其实就会忘掉一些事情 继续按摩加速 这一点其实是重复的 重复刚才的内容 先修刀尖 后段凭震是比较好磨的 后面凭震是比较好磨的 后面清根 后面凭震是比较好磨的 好,不下了,OK,这个时候不要着急磨啊,我们从一侧去看一下我们的刀尖是否是整齐的,我们泄力把这个取出来,看看他的刀尖是否是对称的 刀片目前韧线相对的时候还是比较对称,然后看一下这个在灯下啊,需要在灯下看 看一下刀尖,看一下研磨线 OK 好,继续啊,只要是对称的就没有问题啊,对称的说明我找的角度都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更换磨石,小心手,留一千木,升一千五百木 好,一千五百木啊,已经四十四分钟了,尽量加快一下速度 不按住会不会倒,不会倒啊 不需要加保护啊 就是麻烦了,对吧,也不需要 对最好是,你如果是新手的话 一定要,我要我要对准那个刀尖啊,我要对准那个刀尖 我正常的话,我应该是人在右边啊,人在这边去看着给大家磨的 但是因为我这边架了两条这个杆子啊,让它磨起来看,看着比较比较难受啊,我会比较难受 这边差点磨透了,对吧,我们贴了五六层都摆大 贴了五六层都摆大啊,暂停磨刀,继续啊,把青根继续保护起来 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贴了一个六层啊,比五层还多,看看嘛,都会磨透了啊 这个一定要加以保护这个地方 不要怕麻烦啊,千万不要觉得太麻烦了,省一省吧,不能省啊,这个环节我告诉你,千万不能省 六层刚才都少了,这次我们准备加构到八层 三层,四层 四层,五层,六层,七层,三层,八层,五层 8层啊,加固了8层 然后油石,上点水 油水已经没水了,刚才干掉了 好了,上点水了 感觉给我寄的这个新的 没有我以前那个旧的朋友 好,这个时候我先去这些乱七八糟的划痕 清根,刀尖 这边我看刀尖确实不方便啊,我需要在这边观察刀尖 这会导致我磨起来,手感上有跃跃偏差 如果是不录像的话,我会磨的比较得心一手一点啊 因为我看不见这个刀尖,正好被这个摄像杆给挡住了 OK,接下来进行观察 今天又一点点修,修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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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接下来这是从这个 1500上2000啊,上2000啊 上2000 3000我们预备啊 现在上2000目 2000目的啊 2000目的啊 2000目的 小心刀尖,小心刀尖啊 好嘞,接下来继续上2000 好嘞,先挑一下青根啊 我的青根受了一点小问题 OK,搞定了啊 搞定之后,上刀尖 好,这样,就行 好,谢谢 好,香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ok 慢慢的擦一点点看看 刀尖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刀尖没有问题 清根小瑕疵继续修啊 继续修一下清根 好 接下来上三千 三千目几乎就是起到了一个抛光的效果了 还剩那句老话 小心道歉 手一定要避开啊 这个时候其实刀子已经蛮锋利了 一旦划上你的血管自己绑就必须会爆开啊 所以说一定比较快啊 这个时候一定要稳 目数越高手要越稳 目数越低手要越稳 目数高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放肆一下 它下入并不是那么快 但是刀片会越来越锋利 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小心刀片 还热配. 下 button 下 button 下挂卡 下 rule 下回到 上一点点水,再来一遍 修行了,不是修行了,抛光了 抛光就OK了,马上OK 这个时候要仔细,因为一旦产生一条额外的花坟 这个木属就白抛了 从头到尾,必须得一干到底 好,这个时候 我用手里的眼睛 在这边的眼睛 是不错的 我用手里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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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这个时候这边的2000目已经搞定了,我们泄力,泄力完了之后,因为我们在磨刀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定的轻微的卷边,所以说我们要再把这边再用2000目的这个,这个,呸,2000目啊,哎,这是2000目吗?对,这是3000啊,我们再用3000目的这个东西来剖光一遍啊,来剖光一遍,把这些微小卷边给去掉,对吧,可以看出这边有一些小磨刺啊,小磨刺。 泡完这边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搞定了,然后上这个档刀板就可以了,泡完了按理说,它应该是尾镜面效果啊,好,清理好了之后,注意这边的磨刀,哦,差点犯错了啊,好,我们这边继续调整,调整到我们最早的这个角度上去,差点就失误了。 OK,好吧,这边是这个角度啊,这个就是去卷边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清啊,去卷边的时候一定要清。 ش嘴,那这个位置。 说一下,那你不喜欢的吗? 认识是这样嘛! 事出发验,说是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是这样的地方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地方呢? 继续清洁 磨到磨完的腰分别痛的 一个小时了 基本上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刀尖微侠 还是刀尖微侠 刚才感觉刀尖 这个钉脚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用 感觉这个杆子还是有点短 容易抽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刀尖微侠 继续打磨刀尖 刀尖是最关键的环节 所以说一定要不停的打磨 后面反而要减半 剪刀一遍 剪刀一遍 最后差一点 最后过一遍就行了 最后抛一遍就行了 刀尖已经非常漂亮了 好搞定 好了这个时候定脚器所有的工作已经完全搞定了 完全搞定了 搞定之后我们把磨石扔到水里边 把这些垃圾 把这些垃圾 盖紧擦擦底 盖紧擦底 剪刀一遍就行了 剪刀一遍 剪刀一遍 是 因为有脚器的轻盘 好有用啊 这个东西 我清暴示放在哪里 点 谢谢大家 好吧 我的眼眸膏已经不知道放到哪个地方去了 我们就暂且用上面这点残余的来打磨一下 打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是抛光 所以说我们角度不需要特别大 也不需要特别小 我是偷懒 其实最好还是拿着刀片 OK 这边已经非常漂亮了 然后再用这个牛皮当刀板 牛皮 这边关闭一下 OK 这边搞定了 然后翻转这个家具 抬起来小心刀剑 小心刀剑 先用牛皮这边 对不对 先抛光一下 注意刚才犯了一个小错 抛光的方向最好是按照你研磨的方向是相等的 把力锁了 弄点洗衣粉水 5000亩能出镜面 3000亩就可以 我们抛完了几乎就是镜面 其实这边我不太好 不太好用一点观察 所以我要不停地去调整 不停地去调整观察一下 这个灯光达不到我的效果 因为我这边架的设备架的有点多 架的设备架的有点多 它确实影响到我发挥了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再用牛皮这一面 牛皮这一面 轻轻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是后一面 轻轻的迷范 轻轻的被试试 轻轻的别人 一面 轻轻的不停地去调整 轻轻的吃 轻轻的内脱 我还在这边泡出来反而不好呢 因为这个这个设备确实是影响我啊 我今天把它撤了 我的手就在这边就到这儿啊 就会被这个GARS给憋住啊 直播的这个机器已经开始动了 啊 气死了 慢点啊 慢点 细点啊 我再慢慢来看一遍 而且这个灯光也不行 应该让灯光在这儿啊 OK 这样好多了啊 首先我得能看见我才有个标准 如果看不见的话 这个标准做出来就不好了 观察一下 OK 没问题啊 这个 这个叫 挡刀板给收起来 收起来 别急着收 我们反面啊 反面再简单的过一遍 过一遍也行吧 就是用这个牛皮啊 再挡一遍 急着收啊 弄脚上去 看起来 看起来 一定需要对着光 你不对着光 你永远看不到你磨的怎么样了 我可 基本上我可 基本上我可 我们不追求特别 特别细的这种封线 或者是 这已经够细了啊 我们不追求那种 特别完美的金面 弧线啊 这个不要 不需要卸力啊 这个不需要卸力 我们把 用这个扳手 把这个刀片卸力就可以了 我去 好 松开 松开拿出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把定脚器 扔到一边去啊 把定脚器扔到一边去 这个已经 用完了 好 我先去这个卫生间把这个刀片给清洁一下给清洁一下我们继续开始直播尽量一进到底 好嘞 准备 好嘞 好嘞 pars试 我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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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回来了 为了保证这个真实性 我们就是尽量一进到底 继续清洁战场 清洁战场 磨到真的不是一个好货 特别脏 因为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乐趣 大多数是枯燥的 然后我们把镜头归位啊 刀片放在这儿 刀片放在这儿 进出Terry 好了 我穿的牛皮 好了 接下来是组装啊 组装环节了 然后我们把灯调上去就能把灯调上去可以了啊 不需要这么这么近啊 这个灯 OK 然后 然后这个杆子却直播的杆子确实很碍事啊 这个是挺进着的刀柄啊 刀柄 拿一个纸垫一下 因为一会儿它会很脏 然后我们把它来打开 用的是提石 螺丝我们放一遍 刀柄打开 主要是清洁一下这个电圈 拆了一阵了 对吧 我们就给它拆一个通透 全部清理啊 然后再重新上油 顺带把主轴 一会儿清一遍 嗯 好 尖头棉棒啊,清理一下这些螺纹孔,很容易藏污纳构的这些地方 对吧,看看 那个擦一遍 好,清理完之后,我们可以就进行组装了,我们先来看刀片,刀片我们刚才把它洗过了,用这个温水加这个海菲斯 卧槽,不会生锈了吧 别吓我,这个154CM要这么容易生锈吗 一定要把刀孔也擦干净啊,刀孔的水渍 好,这样基本上就干净了 对吧,刀片基本上就干净了 展现一下镜面刃,我们先给这个视频机展示 能看到吧 等宽的啊,最主要是等宽刃刃线,不是说那种磨的非常丑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保守了,失误的那一下磨的 对吧,从刀尖到尾巴 这边也是啊 这边,别让它反光,反光就可以看到粗细不一样了 这个从刀尖到刀尾 直播好啊,直播好来看一下 你看到这个镜面效果吧,3000亩的 看到了吧 现在接下来我们进行组装啊,组装 组装挺进者都已经非常熟了 我的习惯是先装组装 纳米油刀刀油,刀竹上一圈啊,可以弄来这后 刚才我忘记哪边是哪边了 随便放吧 随便放啊随便放 刀柄 我们先简单的把竹竹一固定啊 先不用把它拧死 先固定上竹竹我们释放锁定压力准备 先紧固竹竹一会儿我们释放锁片压力 就是锁定片啊 把锁片压力释放开 对不对 释放开之后 然后再稍微的加固一点点 不需要拧死啊 不需要拧死 掌握好度数 好 开始开始松垮状态 然后我们把刀柄对砌 这是把驴饼的挺紧张啊 不建议买驴饼 还是有条件的 还是直接上这一时会比较好啊 用的螺丝 也是啊 桶里不需要拧太紧啊 简单的一固定就行了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可能还要调试 大家可能问我这个刀片上的这个东西是干啥 这个东西两个作用啊 一个是拆竹竹的时候会比较好拆 另一个是它缠在刀片上到螺丝刀上 它会有一个蓄力啊 蓄力的一个过程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 最终没问题啊 最终没问题 打开锁定位置没问题 好OK 半开合状态 开始收紧螺丝 好调节主轴 不要调太紧 也不能调太松 聚重状态 开启状态 这边居然有我手上的油纹 好检测成果的时候到了啊 怎么样 看锋利度 想想刚才我们的锋利度对吧 切半天切不动 失误啊 别别刮到这个东西了啊 因为它这个有个小脚 对吧 你要刮到这个脚了 它肯定切不开 对不对 但是你像 你用是这个 这个刀片切的话 是非常轻松的 从刀片为切切的话 是非常轻松的 谁说挺进者不锋利 谁说挺进者不锋利 别刮到这个脚就行了 smf 锐化对吧 老外叫锐化啊 我们国内叫磨刀 对不对 对不对 磨刀结束啊 用这个无纺的棉布 擦拭一边刀刃 基本上就ok了 就是这样 挺进者 smf 锐化完成 怎么确保刀头没有磨到键宽 一会我们把教学视频 我们回头会上传到这个B站 我两个手机同时录的 一个是直播 另一个是这个 呃 录制啊 就是把这个流程告诉大家 让确保大家都会啊 都会这个知识点 我刚开始就已经讲过了啊 这个怎么去确保 不会磨出这个键宽刃 键宽刃是特别丑的对吧 好 我们录制结束啊 录制结束 我们直播继续